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如何買進股票 以及股票如何下單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基礎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已經學會股票下單的話 那這一集你可以直接略過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還沒有嘗試過自己股票下單的話 希望你看完這一集以後會多一點點信心來親自下單喔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了 這一集我會有主要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告訴大家股票如何下單 然後還有一些你常常看到的專有名詞 比如說什麼叫整股 什麼叫盤後交易 什麼叫盤後零股 那什麼叫做限價單 什麼叫做市價單 什麼叫做平旁 什麼叫做漲停 這些我都會在這一集解釋給大家 那你們在未來下單的時候 至少看到這些專有名詞就比較不會害怕了 那第二個部分我會來分享股票下單的主要三種方式 那這三種方式其實都是我們一般股票在下單裡面常見的方式 以及第三種我來分享我自己個人給大家在投資股票上面的一點小小的建議 希望能夠為你帶來啟發 首先我先來分享一下股票如何下單 那我這次又一樣拿了這張截圖 就是我會分享平常我們看到的證券商的交易平台 所以我們打開現在手機的APP 你可以看到 上面有交易 然後還有整股盤後跟盤後零股 那我來解釋一下整股呢 其實一直指的就是一張股票的買賣 那一張股票呢 通常代表的是1000股 那他的交易時間呢 通常是在早上的8點半 到下午1點半 就開始接受委託 那在早上的9點 到下午的1點半 是他們撮合的時間 下午2點到2點半的這段時間 通常是盤後交易的時間 這時候的價格呢 通常已經是收盤價了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去調整他的價格的 盤後零股呢 是下午的1點40分到2點半之間 那你就可以這時候可以選擇購買零股 比如說你買不了一張台積電44萬 那你可能可以買100股的台積電 用44萬買到他 那這就是盤後零股的交易 這時候大家可能會看到有很多新的欄位 比如說像是交易條件 然後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專有名詞 像是什麼ROD、IOC、FOK 那這些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來稍微解析給大家聽一下 ROD呢其實是指限價 然後當日有效 IOC呢指的是限價 然後必須立即成交 否則這個單就會取消 FOK呢大家講的是 限價必須要你所有的頭地的單 全部成交 否則這個訂單就取消 講到限價的話 我們就要提到底下有兩個類別 叫做限價跟市價 那其實市價蠻單純的 就是說你當你委託的那個當下呢 現在市場賣什麼價格 他就立刻幫你每個成交 所以呢我們要先了解的是限價這個部分 限價的話呢指的是你可以自己決定價格 那這個限呢是限制的限 那限價裡面當中有四種取價的方式 一個呢是限價現在的價格 所以他一樣跟市價有點類似 現在有什麼價錢呢他就直接成交 另外一種呢就是漲停 所以就是說當你是屬於擅長短線交易的人 你想要在賺消息波段的不管是大漲啊 或大跌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用漲停或者是跌停這兩個方式來做限價的交易 那在平盤的部分呢 平盤指的是說 你現在買的價格呢 剛好等於 昨天收盤價 那我們通常就會列為平盤價 所以如果說你是因為昨天看到股票 漲到了某一個價格 或者是停在某一個價格 你希望今天也可以用這個價格買進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平盤 那這個是買進的部分 除了剛才講的現價、漲停、平盤還有跌停以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要的價格呢 直接輸入在底下的價格欄位裡面 那下單平台呢 他就會自己幫你去埋合 有沒有符合你價格的投資標的了 那這時候 如果說你預期這支股票會跌 然後你在現在444塊的時候 你想要在440塊買進 那你就可以在現價的地方設定是440塊 然後就關上電腦去做自己的事 然後如果說在市場這個 幾個小時的過程中 有出現符合你價格的時間點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成交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委託回報 告訴你說他已經買到股票了 那這就是下單最主要的流程 那我們現在了解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所有 跟下單有關的專用名詞以後 那我們就來聊聊 股票下單的三種方式有哪些 其實第一種呢 就是證券電話下單 我相信如果大家去開證券戶 你就會收到你的證券交割戶的存折 然後呢 上面會有一個營業員的名片 那其實呢 那個營業員呢 他就是為你服務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要下單的話 你就會立刻打電話給你的營業員 然後告訴他幾個資訊 你就可以幫助你下單了 包含呢 你要提供給他賬號與名字 股票代號股票名稱 買進呢或賣出 張數 還有你要的價位 舉例來說我可以說 帳號1234雷咪 我要買進2330台積電一張 那這時候呢 營業員呢就會替你下單 第二個呢 是我們現在一般人比較常用的方式 也是我從最一開始到現在都使用的方式 就是證券的電子下單 就跟網購一樣 所以就直接上網呢 就輸入你的股票代號 然後在你的平台裡面呢 選擇買進賣出 那這樣子呢 對我來說是非常直覺 非常簡單的 不過因為其實下單呢 是一個金錢的交易行為 所以大部分呢 我們在做股票下單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都需要去申請我們的交易憑證 那這個交易憑證裡面 其實已經包含了你的所有個資 來決定這整個下單的流程 所以簡單的說呢 這個電子憑證呢 就是你的通行證 通常呢 我會建議大家呢 在做網路下單的時候呢 要記得幫自己備份好自己的電子憑證 不管是備用在你私人的電腦 然後或者是你個人的手機上面都可以 然後要要好好的保存 避免發生疑似的狀況 因為有這個電子憑證呢 基本上別人是可以代替你去下單的 那我們前面有一集有分享說 我約交各式會有行責 所以這也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喔 那電子下單呢 就是把我們剛才一個頭跟營業員講的方式呢 直接用輸入的方式來輸入進去 正確名稱或代號 買進或賣出 這其中選項在分為 限股 融資 融券等 接著是交易章數與價格 只要有一項沒有填清楚呢 他就不會執行交易 還有要特別注意 買進跟賣出呢 千萬不要選錯了 在一般的這種手機的app裡面呢 如果是買進了 通常會呈現紅色 那如果是賣出呢 通常會呈現綠色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通常呢 電子交易呢 他的金額通常會有上限 如果你第一次剛開始投資股票呢 我印象中 我那時候剛開證券戶的時候 我投資的額度好像是50萬吧 那他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再自己增加 當天的投資額度上限 因為 聽起來50萬很大 其實不一定的原因是因為 你買一張台積電就44萬啦 那你買個兩張不就快100萬了嗎 還有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高頻率交易 其實有時候你每一次的買賣買賣買賣累積下來也是個非常可觀的數字 然後第三種下單方式呢 就是證券與運下單 可是因為這個方式其實比較落伍了 所以現在已經很少人在使用了 那我們就不仔細講他 那簡單來說你只要懂得打電話跟營業員下單 或者上網用自己的方式在網路下單 就可以靠自己買股票了 不用擔心 最後呢我想要來給 大家我自己的 個人建議就是 其實呢 有非常多人喜歡來看我的投資理財影片 然後有非常多人會看我的投資理財文章 或者是學習很多投資理財知識 甚至閱讀了很多很多的書 可是他們永遠都沒有跨出下單這一步 然後我每次都會做一個譬喻說 其實我覺得 就跟學游泳一樣 如果你聽了很多的理論課 你從來不下水去練習 也不下水去游泳 你是一輩子都沒辦法真正學會游泳的 因為只有你下去去感受那個水流 感受到那個換氣的過程 你才能夠體會自己現在的心態是什麼 就像我們真正下場買股票的時候 當你的錢真的放到市場裡的時候 你才能夠知道 他漲多少的時候你是會輸以防備的 他跌多少的時候你會感到擔心 那這些感受沒有人可以代替你去感受 不管你學會多少知識都沒有用 因為只有透過這樣的過程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 自己的風險存單屬性 還有自己的性格是什麼 也才能慢慢找到真正適合你自己的投資方式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那我最後我想要來請問大家幾個問題 A 我還沒有開證券戶 B 我有開證券戶 但是我還沒有嘗試下單 沒有勇氣下單 C 開了證券戶 而且我已經下單過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害怕下單了 第一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想買0050的ETF 第一步應該要先做什麼呢 如果想要買0050的ETF 第一步當然就是先去開戶 開完戶之後就學會下單 下單就可以買 然後如果你覺得0050對你來太貴的話 你可以試著先買0050的零股 因為我覺得在如果你是初學者完全沒有下單經驗 其實你在一開始的 第一年的經驗來說 其實是學習大於投資獲利的 所以我會蠻建議大家 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先預設立場一定要賺多少錢 就算是 股神巴菲特都不敢這麼預期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先練習的再說 在這個過程中你就會知道這個投資標題 適不適合你的 但是既然是練習就不要一次 打太多的本金下去 少少的開始練習 這是最好的 以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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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